最凶的四大剧毒,中毒十回合必亡 梦幻中的毒,大家可能只知道召唤兽的红毒和地府的黑毒 其实这两种毒在梦幻中也是相对垃圾的 今天大大王说一下,梦幻最凶的四种毒 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 梦幻素材通用一直是美术的诟病 小红毒一直被大家误认为是一样的 中毒后且每回合减少当前10%的气穴和5%的魔法 对于红毒的印象就是中毒气穴越来越少,且不会致死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错了 梦幻还存在一种红毒,叫死亡红毒 相信死亡之音这个特技大家都知道 使用后令敌方全体队员各有一定几率处于异常状态 其中有一种状态就是中毒 样式也和普通红毒一样 但效果完全不同 这个毒是所有毒中最厉害的毒 无论你多少血多少魔法 每回合会固定掉最大气穴的10%和最大魔法5% 甚至可以打破中毒者等级乘5的限制 通过读木桩就能看出来 木桩是109级,气穴上限20万 每回合固定毒2万多 也就是无论多牛的角色 中了这个毒10回合是必死 其实不是死亡之音特技垃圾 而是你没发现它的牛皮之处 不单如此,红毒还有一种类型 应该叫它花毒 这种花毒相对逊色普通红毒 当霞克在使用百味酒时 有几率出现中毒状态 这种中毒状态也是红毒的效果 而该毒不是减少10%的气穴和5%的魔法 而它只减少5%的气穴且不扣除魔法 并在状态栏中显示为漫天花雨 应与其属于一种花毒 有红毒自然会有绿毒 绿毒则是来自神木林的误杀技能 误杀虽然是毒技能,但与法伤有关 能受到法伤状态的加成,类似门派技能 密润等,这个毒也有其独特之处 它虽然受到法伤等加成 但中毒效果不会受到罗汉金中的影响而伤害减半 同时,绿毒不受最大气穴影响 相当于一个固定值,类似普陀的金箍咒 第四回合会造成双倍毒伤 同时,高级毒技能无法免疫误杀的伤害 并且与其他红毒、黑毒等都可以叠加 同时可以致命 最后一种子毒 由于中毒状态是紫色的,所以被称为子毒 子毒指的是超级召唤兽技能的超级毒 其中毒后减少的气穴、魔法 与普通红毒是相同的 而且可随机降低目标的攻击、法伤、防御、法防 网传降低数值大约是等级除以2 同样,它是不致命的 也是剑荡四方宝宝最完美的技能搭配 你怎么看?评论区间哦